在法國巴黎司法界的消息說 星期四發動槍擊事件的槍手屍體附近 發現一張吹捧伊斯蘭國的字條 伊朗前總統艾哈麥迪內賈德被他再參選總統 在俄羅斯 槍手在聯邦安全局開槍擊斃兩人 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91歲生日 成為英國歷史上最長壽和在位最長的軍主 美國電動車生產商Kelsa宣布 因為殺制的零件出現問題 回收53,000輛Model S和Model X的電動車